为了不让自己的父亲挨饿 男孩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都会找一些动物的尸体打包带走 刚回到家 他就把尸体切成大大的小块放进餐盘里 再把脆肉端到一个昏暗的房间 小心谨慎地放在地上 然后立刻往后退 很快父亲就从角落里爬出来 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餐盘里的生肉 吃饱喝足后 父亲又重新爬回了角落 但男孩却并没有立马离开 因为他还有个弟弟 等着吃剩下的食物 但每次用完餐 父亲都会非常生气 男孩心里很清楚 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不是动物的尸体 而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他只能将两人锁在房间里 防止他们出来伤害别人 父亲和弟弟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故事还要从几周以前开始说 这天父亲进入一个矿洞 正准备跟同事开始一天的工作 却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吼叫声 两人虽然有些害怕 但还是硬着头皮找了过去 可结果却看见了一只可怕的怪物 我帮你 BRAKE 在外面等待的小儿子熊二 迟迟不见父亲出来 于是也走进了矿洞 好在他和父亲都安全回到了家里 但自那以后 父亲就感染了奇怪的病 嘴巴里会吐出黑色的血 行为也逐渐变得怪异起来 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 尽可能地远离两个孩子 甚至在门上装了两道锁 把钥匙交给哥哥熊大 叮嘱他不管里面发生什么 都不要轻易打开房门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 熊大却发现弟弟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他不得已打开房门 却又发现父亲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 父亲得知弟弟也被感染后 二话不说就将他拖了进去 而面对父亲和弟弟的相继出事 熊大只能站在门口发出无助的吼叫 更可怕的是 他发现两人对普通的食物 根本就没有胃口 唯独对鲜血淋淋的声露情有毒钟 所以他白天在学校上课 回家的路上就会想办法捣一些生肉 有时是路边惨死的流浪狗 找不到的时候也会伤害一些小动物 但两人的胃口实在太大 没吃多久就又饿了 熊大只能拿来一些零食给弟弟将就一下 可弟弟刚吃几口 嘴巴里就不停地狂吐黑血 熊大心里很清楚 父亲之所以会把自己锁在里面 是因为他们最想吃的其实是人 而熊大受到父亲和弟弟的影响 在学校也变得非常的孤僻 还经常遭受到校爸的欺负 老师阿珍也察觉到熊大最近行为怪异 并且好久都没有看到他的家长了 可打电话到他的家里 却又没有人接听 一开始阿珍并没有多想 直到看见熊大放在课桌里的画册 满满的暗黑风格 这才发觉他肯定有事 于是就打算亲自去他的家里做一次家房 可刚来到屋外阿珍就后悔了 因为这栋房子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房门会自动打开 屋里的味道很上头 还时不时传来圣人的叫声 种种奇怪的现象直接把他劝退 不过阿珍并没有不管不顾 而是把这件事情都告诉了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看到画册后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即就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但相较于阿珍 教导主任的胆子就大很多 这也让他因此丢掉了性命 刚走进屋里 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 很快他就来到了那间上锁的门外 听到里面发出小孩的声音 教导主任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门锁 满是血迹的墙面 也没能阻止他走上阁楼 看到蹲在地上的小男孩浑身不满心惊 教导主任难以置信 还以为是被他的父亲虐待了 殊不知早已饥饿难耐的父亲就在他身后 面对自己送上门的大餐 父亲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当场就把教导主任按在地上啃食起来 而吃完人的父亲 整个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 嘴巴里冒出一只鹿角 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从他的身体里钻出来 而在另一边 熊大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本打算找点生肉带回家 不料却被经常欺负他的笑爸拦住去 熊大不想跟他纠缠 可转身刚准备离开 就听到一阵恐怖的叫声 两人抬头一看 发现树上竟然出现一只怪物 熊大立刻转身开溜 而没来得及逃走的笑爸就惨了 直接被怪物当场扑倒 当熊大回头看向那只怪物时 突然就想到了什么 于是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去 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见一辆陌生的车 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来到阁楼一看 果不其然 只看见地上躺着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而父亲和弟弟早已从一楼的窗户逃走 熊大立马意识到 刚刚在外面遇见的怪物很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 但此时的他却并没有慌张 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异常 熊大把外面的车子用不盖上 房间里的血迹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净 但很快就有警察找上门来 原来是教导主任晚上没回家 于是他的家人就选择报警 而阿珍知道教导主任来到了熊大的家里 所以就向自己的警长哥哥提供了线索 可熊大看到警察后 却并没有选择开门 没办法 警察只能等到第二天 趁熊大上学时 悄悄来到他的家里调查 结果毫无意外 没来得及处理的尸体在阁楼被发现 旁边还有一具特殊的尸体 正是熊大的父亲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晚上在铁路旁 警察又发现了校霸的尸体 他们的死状极其相似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被野兽啃咬 但经过尸检 法医却在尸体的身上发现了人类的尺痕 警长从业多年 从未遇见过如此离奇的案件 于是就找到了曾经的老警长 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 老警长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古老传说 那就是人类同类相识才会出现的露魔 温迪哥 传说在一个寒冷的严冬 一名迷路的猎人由于极度饥饿 便以同类为食 可吃完人后 猎人就开始发狂 并且永远处于饥饿状态 但他越吃就会越饿 所以只能不停地寻找猎物 直至最后变成了这种恶魔 而唯一消灭温迪哥的办法 就是在他们最虚弱的时候 摧毁他们的心脏 迫使温迪哥离开宿主 听到这里 警长不禁笑出声 他并不相信这些邪门歪道 并且坚信科学一定能够解释这一切 为了查出真相 警长打算从熊大的口中寻找突破口 于是便叫姐姐阿珍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里 他并不死 他并不死 是的,他并不死 我哥哥 我弟弟,Paul 他找到了你的家 不是 那是我的老爹 他并不死 我并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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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不死 他并不死 不料话音刚落 屋外就响起一声怪叫 他在这里 同样听到声音的还有在外面巡逻的警员 他将情况报告给正准备回家的警长后 便胆战心惊地跟着声音找了过去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在不远处的仓库里 警员发现了熊二躲在一个木箱里 但却并不知道这是陆魔设下的陷阱 就这样 警员被陆魔当场送走 等到警长从警局赶回来时 已经为时已晚 但箱子里的熊二却并没有离开 可他刚准备上前试救 就被陆魔用同样的方法从身后袭击 受伤的警长好不容易爬起来 却发现手枪已经不见踪影 还没缓过神 就再次被陆魔袭击 警长只能拿起地上的工具进行反击 然而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直到警长彻底失去意识 陆魔这才停止攻击 离开时还不忘补一刀 而屋里的熊大看到这一幕 知道父亲是来接自己了 于是果断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等到阿珍从房间里追出来 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 而陆魔也不知去向 幸运的是 命大的警长还有一口气 想起刚刚熊大所说的话 阿珍猜测陆魔一定是带着他去了矿洞 于是他一边呼叫支援 一边带着弟弟来到了矿洞 可由于担心熊大的安危 再加上弟弟又身处重伤 阿珍只能孤身一人进去查看情况 果不其然正如他所料 熊大和他的弟弟就在洞中 而他们的父亲就在一旁 不过已经彻底变成了陆魔 一拳打倒在地 手中的武器也掉在了地上 他赶紧爬过去将武器捡起来 可起身后却发现陆魔已经消失不见 他只能朝四周胡乱开枪 却不知道陆魔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眼看陆魔步步紧逼 关键时刻阿珍摸到了地上的照明棒 刺眼的光暂时逼退了陆魔 阿珍趁机捡起地上的铁棍 把照明弹放在地上 开始对陆魔发起攻击 最后一下直接将铁棍插进了他的胸口 然而这对于强大的陆魔来说 根本就造不成伤害 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孝顺的儿子为了救他的老师 竟然在自己的背后捅了一刀 阿珍见状 赶紧按照老警长所说的办法 上前翻开陆魔的身体 用小刀取出他炙热的心脏 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 可一声突然出现了吼叫 却又让两人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 他们转身一看 发现熊二变异的症状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正如老警长所说 取出心脏只能暂时将陆魔赶出宿主的身体 却并不能直接杀死他 凡是感染这种病毒的人 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 只要犯了同类相识的禁忌 就一定会化身为新的陆魔 无奈阿珍只能让熊大转过身去 提前送走他的弟弟 然而电影的结尾却在告诉我们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被陆魔攻击过的警长 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